金庸武侠小说 神雕侠旅 第十回 少年英侠 播讲 桑晓琳 耶律奇道,三妹,你瞧仔细了,我派他囤乳穴,他定要斜退相避,我跟着拿他锯骨穴,他不得不举刀反侃,这时出手要快,就能夺下他的兵刃。 那黑衣少女怒道,呸,也没这般容易,耶律奇道,是这样,说着,右掌往他囤乳穴拍去,这一掌出手歪歪斜斜,却将他前后左右的去路都封住了,只留下左侧后方斜脚一个空隙。 那少女要躲他这一拍,只得斜退两步。 耶律奇点了点头,果然伸手拿他锯骨穴,那少女心中一直记着,千万别举刀反侃,但行格适今,只有举刀反侃才是连销待打的妙招。 当下无法多想,历史举刀反侃。 耶律奇道,是这样,人人以为他定是要伸手夺刀,哪知他右手也缩了回来,与左手相攻,双手笼入绣筒。 那少女一刀没砍着,却见他双手拢绣,微微一呆。 耶律奇右手呼的伸出,两根手指夹着刀背一提,那少女握刀不住,给他夺了过去。 众人见此神迹,一时呆了半赏,随即一个哄堂大财。 那黑衣少女脸色沮丧,呆力不动,众人都想,二公子不出手勤你,明明放你一条生路,你还不出去,更待何时。 耶律奇缓步退开,向耶律咽道。 他也没了兵刃,你再跟他试试,胆子大些,留心他的掌中腿。 耶律咽踏上两步,说道。 完颜平,我们一再饶你,你始终苦苦相逼,难道到了今日还不死心吗? 完颜平不答,垂头沉吟。 耶律咽道,你既定要和我分个胜负,咱们就爽爽快快动手吧。 说着,冲上去迎面就是两拳。 完颜平后跃避开,欺然道,刀子还我。 耶律咽一争,心道,我哥哥夺了你兵刃,明明是要你和我平手相斗,怎的你又要讨还刀器。 说道,好吧。 从哥哥手里接过柳叶刀抛给了他。 一名守卫倒转手中单刀递过,说道,三小姐,你也使兵人。 耶律咽道,不用。 但转念一想,我空手打不过他,咱们就比刀。 接刀须披两下,觉得稍微沉了一点,但勉强也可使用。 完颜平脸色惨白,左手提刀,右手指着耶律储才道。 耶律储才,你帮着蒙古人,害死我爹爹妈妈,今生我是不能找你报仇的了,咱们到阴市再算账吧。 说话俯辟,左手横刀就往脖子中抹去。 杨过听他说这几句话时,眼神凄楚,一颗心砰的一跳,胸口一痛,尸声叫道,咕咕。 就在此时,凡颜平以横刀自吻,耶律储抢上两步,右手长出,右身两指将他柳叶刀夺了过来,随手点了他臂上穴道,说道,好端端的,何必自寻短见? 横刀自吻,双指夺刀,都只一刹间之事,待众人瞧得清楚,刀子已重入耶律储之手。 其实,室内众人齐声惊呼,杨过的一声姑姑无人在意,陆无双在他身旁却听得清楚,低声问道,你叫什么,他是你姑姑? 杨过忙道,不,不,不是。 原来,他见完颜平眼波中流露出一股七侧伤痛,万念俱灰的神色,就如小龙女与他决绝分手时一模一样。 他陡然间见到,不由得如痴如狂,竟不知身在何处。 耶律储才缓缓说道, 完颜姑娘,你已经赐过我三次,我身为大蒙古国宰相,灭了你大金国,害你父母,可是你知我的祖先却又是为何人所灭呢? 完颜平微微摇头,道 我不知道 耶律储才道,我祖先是大蒙国的皇族,大蒙国是给你金国灭了的,我大蒙国耶律氏的子孙被你完颜式杀戮的没剩下几个。 我少时励志复仇,这才辅佐蒙古大汗灭你金国。 哎,冤冤相报,何年何月方了啊。 说到最后这两句话时,抬头望着窗外,想到只为了几家人争为帝王,以致大成民居,进城废墟,万里之间进击为山,血流成河。 完颜平茫然无语,露出几颗白得发亮的牙齿,咬住上唇,哼了一声,向耶律起道,我三次报仇不成,自愿本领不计,那也罢了。 我要自尽,又干你何事? 耶律起道,姑娘只要答应,以后不再寻仇,你这就去吧。 完颜平又哼了一声,怒目而视,耶律起倒转柳叶刀,用刀柄在他腰间轻轻转了几下,解开他的穴道,随即将刀递了过去。 完颜平欲接不接,威依犹豫,终于接过,说道。 耶律公子,你数次手下荣情,以礼相待,我岂有不知,只是我完颜家与你耶律家仇身伺海,凭你如何慷慨高益,我父母的血海深仇不能不报。 耶律起心想,这女子始终纠缠不清,她武艺不弱,我总不能寸步不离爹爹,若有闪失,如何是好? 嗯,不如用言语相破,叫她只能来找我。 朗生说道,完颜姑娘,你为父母报仇,稚气可加,只是老一辈的账,该由老一辈自己了结。 咱们做小辈的自己各有恩怨,你家与我家的血账,你只管来跟我算便是,若再找我爹爹,在下此后与姑娘遇到,可就十分为难了。 完颜平道,哼,我武艺远不及你,怎能找你报仇,罢了,罢了,罢了,说着,眼面便走。 耶律起知他这一出去必定诱途自尽,有心要救他一命,冷笑道,哼哼,完颜家的女子好没志气。 完颜平豁地转过身来,道,怎地没志气了? 耶律起冷笑道,我武功高于你,那不错,可这又有什么稀罕? 只因我曾与名师指点,并非我自己真有什么过人之处,你所学的铁掌功夫,本来也是当事一门了不起的武功。 只是教你的那位师父所学未经,你练得时日又浅,难以克敌至圣,原是理所当然。 年纪轻轻轻,只要苦心去另寻名师,难道就找不着了? 完颜平本来满腔怒怨,听了这几句话,不由得暗暗点头。 耶律起又道,我每次跟你动手,只用右手,非是我傲慢无礼,只因我左手力大,出手往往便要伤人。 这样吧,待你再从名师之后,随时可来找我,只要逼得我使用左手,我引颈就路,绝无怨言。 他织完颜平的功夫,与自己相差太远,纵得高人指点,也是难以胜得过自己单手。 料想一个人欲图自尽,只是一时奋机,只要他去寻师学艺,心有专注,过得若干时日,自不会再生自杀的念头。 完颜平心想,你又不是神仙,我痛下功夫,难道两只手当真便胜不了你单手? 提刀在空中虚披一下,沉着声音道,好,君子一言,耶律起接口道,快马一鞭。 完颜平向众人再也不忘一眼,昂首而出,但脸上掩不住流露出凄凉之色。 众侍未见二公子放他走路,自然不敢拦阻,纷纷向耶律处财,道经请安,退出房去。 耶律静见此处闹得天翻地覆,但杨过始终并不现身,心中暗感奇怪。 耶律艳道,二哥,你怎么又放了他走? 耶律祈祷,不放他怎么,难道杀了他? 耶律艳抿嘴笑道。 你放他,怎是不对。 耶律奇道,什么? 耶律艳笑道,你既要他做我嫂子,就不该放他呀。 耶律奇正色道,别胡说。 耶律艳见他认真,怕他动怒,不敢再说笑话。 杨过在窗外听耶律艳说道,要他做我嫂子几字儿,心中突然无缘无故地感到一阵酸意。 见完颜平上高向东南方而去,当下向陆无双道,我瞧瞧去。 陆无双道,瞧什么? 杨过不打,展开轻弓追了出去。 完颜平武功并不甚强,轻弓却甚高明。 杨过提气直追,直到龙居寨阵外,才见他的后影。 只见他落入一座屋子的院子,推门进房,杨过跟着跃进,躲在墙边。 过了半晌,西乡房中传出灯火,随即听到一声长叹,这一声叹息中只有千般怨愁,万种悲苦。 杨过在窗外听着,蒸蒸的竟是吃了,触动心事,不知不觉的也长叹一声。 完颜平听到窗外有人叹息,大吃一惊,急忙吹熄灯火,退在墙壁之旁,低声鹤问,是谁? 杨过道,跟你一般,也是伤心之人。 完颜平更是一争,听他语气中似乎并无恶意,又问,你到底是谁? 杨过道,常言道,君子报仇,十年未晚。 你几次行刺不成,便想自杀,可不是将自己性命看得推也轻了,更将这番血海深仇,看得推也轻了。 压的一声,两扇门推开,完颜平点亮烛火,道,阁下请进。 阳过在门外双手一拱,走进房去。 完颜平见他身穿蒙古军官装束,年纪甚轻,危感惊讶,说道。 阁下指教的事,请问高姓大名。 阳过不答,双手拢在绣筒之中,说道。 耶律奇大言不惭,自以为只用右手,就算本领了得,其实要夺人之刀,点人穴道,一只手也不用,又有何难? 完颜平心中不以为然,只是为摸清对方的底气,不便反驳。 阳过道,我教你三招武功,就能逼那耶律奇双手齐用,现下我先和你试试,我既不用手,又不拾脚,跟你过几招如何。 阳过见他迟疑,心道,难道你有腰法,一口气便能将我吹倒了? 阳过见他迟疑,道,你只管用刀子砍我,我要是避不了,死而无怨。 完颜平道,好吧,我也不用刀,只用拳掌打你。 阳过摇头道,不,我不用手脚而夺下你刀子,你方能信服。 完颜平见他似笑非笑的神情,心头微微有气,道。 阁下如此了得,真是闻所未闻。 说着,袖出单刀,往他肩头劈去。 他见阳过双手拢袖,浑若无事,只怕伤了他,这一刀的准头略略偏了些。 阳过瞧得明白,动也不动,说道,不用相让,要真砍。 柳叶刀从他肩旁直踢而下,与他身子相离只有寸许。 完颜平见他毫不理会,好生佩服他的胆量,又道,难道这是个浑人? 柳叶刀一斜,横削过去,这一次却不容情了。 阳过抖得矮身,刀锋从他头顶掠过,相差仍然只有寸许。 完颜平打起精神,提刀直砍,杨过顺着刀势避过,道,你刀中还可再加掌法。 完颜平道,好,横刀砍出,左掌跟着劈去。 杨过侧身闪避,道,再快些不防。 完颜平将一路刀法施展开来,掌中夹刀越出越快。 杨过道,你掌法伶俐,好过刀法,叶绿奇说这是铁掌功夫,是不是? 完颜平点点头,出手更是狠辣,杨过双手始终拢在袖中,在掌影刀锋间飘舞来去,完颜平单刀铁掌,连他衣服也碰不到半点。 他一套刀法使了大半,杨过道,小心了,三招之内我夺你刀。 完颜平此时对他以甚是佩服,但说要在三招之内夺去自己的兵刃,却仍是不信,只是不由自主地将刀饼握得更加紧了。 说道,你夺呀。 横刀使一招,云横擒领,向他头顶削去。 杨过一低头,从刀底下钻了过去,侧过头来,额角正好撞正他,右手肘斑取驰穴。 完颜平手臂酸软,手指无力,杨过仰头张口,咬住刀背,轻轻瞧瞧地便将刀子夺过,跟着头一侧,刀柄撞在他肋下,已点中了穴道。 杨过抬头松弛,向上甩去,柳叶刀飞了上去,他将刀抛开,为的是要清清楚楚说话。 当下说道,怎么样,服了吗? 说了这六个字,这刀落将下来,杨过张口咬住,笑嘻嘻地瞧着他。 横延平又惊又喜,点了点头。 杨过见他秋波流转,娇媚动人,不自禁想抱他一抱,亲他一亲。 只是此事太过大胆荒唐,咬住刀背,一张脸仗得通红。 横延平哪知他的心事,但见他神色怪异,心中微感惊奇。 自觉全身酸麻,双腿软软地似欲摔倒。 杨过踏上一步,距他已不过持续,正想抛去刀子,把嘴唇凑到他眼皮上去亲一个吻。 猛地想起,他好生感激那耶律奇以礼相待,难道我就不如他了? 哼,我偏要处处都胜过他。 于是,低下头来,下额一摆,将刀柄在他腰间一撞,解开他的穴道,将刀柄递了过去。 顽延平不接刀子,双膝跪地,说道,求师父指点,小女子得报父母深仇,勇敢大德。 杨过大为狼狼狽,急忙扶起,伸手从口中取下单刀,说道,我怎能做你师父,不过,我能教你一个杀死了耶律奇的法门。 顽延平大喜,道,只要能杀了耶律奇,他哥哥和妹子我都不怕,只能再杀他父亲。 说到此处,忽然想起一事,黯然道,哎,带得我学到能杀他的本事,那耶律老儿怎能还在世上,我父母之仇终究是报不了的了。 杨过笑道,那耶律老儿一时三刻之命总还是有的。 顽延平奇道,什么? 杨过道,要杀耶律奇又有何难,现下我教你三招,今晚就能杀了他。 顽延平曾三次行刺耶律处才,三次都被耶律奇形弱无事地打败,只他本领高于自己十倍。 心想,眼前这蒙古少年军官武功虽强,未必就胜过了耶律奇,纵使圣德也绝不能只教自己三招,就能用之杀了他。 而今晚便能杀他更是万万不能的了。 他怕杨过灼脑,不敢出言反驳,只是微微摇头,眼中那股叫他瞧了发痴发狂的眼色,不住滚来滚去。 杨过明白他的心意,说道,不错,我武功未必在他之上,当真动手说不定我还是输多赢少。 但要教你三招,今晚去杀了他,却绝非难事,就只怕他曾饶你三次,你下不了手而已。 完颜平心中一动,随即硬着心肠道,他虽有德于我,但父母深仇不能不报。 杨过道,好,这三招我便教你。 你若能杀他而不愿下手,那便如何? 完颜平道,凭你处置便了,反正你这么高的本领,要打要杀,我还能逃得了吗? 杨过心道,我怎舍得杀了你,你杀不杀他跟我又有什么相干? 于是,微微一笑,说道,其实这三招也没什么了不起,你瞧清楚了。 当下,提起刀来,缓缓自左而右地砍去,说道,第一招,是云横秦岭。 完颜平心道,这一招我早就会了,可用你教。 见刀锋横来,侧身而臂,杨过突出左手,抓住他的右手,说道,第二招,是你刚才使用过两次的枯藤禅术。 完颜平点头道,是,这是我铁掌琴拿手中的一招。 杨过握着他又软又滑的手掌,心中一荡,笑道,你该学杨纸御掌公才是,怎么去学铁掌琴拿手了? 完颜平不知他是出言调笑,道,有杨纸御掌公吗? 这名倒挺美。 只觉得他捏住自己手掌,一紧一放,使力极轻,觉得这手法还不及自己所学以铁掌公为基的琴拿手厉害。 心想,你第一招与第二招都是我所会的功夫,难道单凭第三招一招就能杀了耶律奇? 杨过凝视他眼睛,叫道,看仔细了,突然手腕急翻,横刀往自己景象中抹去。 完颜平大惊,叫道,你干什么? 他右手被杨过牢牢握住,盲伸左手去夺他单刀,虽在危急之中,他的铁掌琴拿手仍是出招极准,一把抓住杨过手腕,往外立傲,叫他手中刀子不能极净。 杨过松开了手,退后两步,笑道,你学会了吗? 完颜平惊魂未定,只吓得一颗心砰砰乱跳,不明他的用意。 杨过笑道,你先使云横秦岭横削,再使枯藤蝉树,牢牢抓住他右手。 第三招,举刀自问,他势必用左手救你。 他向你立过势,只要你逼得他用了左手,任你杀他死而无怨,这不成了吗? 完颜平一想,不错,睁睁地瞧着他。 杨过道,这三招万无一失,若不收效,我跟你磕头。 完颜平微微摇头,说道,他说过不用左手,一定不会用的,那便怎地。 杨过道,那又怎地,你勇士报不了仇了,自己死了不就干净。 完颜平欺然点头,道,你说得对,多谢指点迷惊,阁下到底是谁? 杨过还未回答,窗外忽然有个女子声音叫道,他叫傻蛋,你别信他的鬼话。 杨过听得是鹿无双的声音,只笑了笑,并不理会。 完颜平纵向窗边,只见黑影一闪,一个人影跃出了围墙。 完颜平带要追出,杨过拉住他手,笑道,不用追了,是我的同伴,他最爱跟我过不去。 完颜平望着他,沉吟半赏,道,你既不肯说自己姓名,那也罢了。 我姓得过你对我总是一番好意。 杨过见他秋波一转,神色楚楚,不由得心生怜惜,当下拉着他手,和他并肩坐在床沿,楼声道,我姓杨明过,我是汉人,不是蒙古人,我爹爹妈妈都死了,跟你身是一般。 完颜平听他说到这里,心里一酸,两滴泪珠夺眶而出,杨过心情激荡,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 完颜平从怀里抽出一块手帕,治给了他,杨过拿到脸上试抹,想到自己身世,眼泪却越来越多。 完颜平强笑道,杨明,你瞧我倒把你招哭了。 杨过道,别叫我杨明。 你今年几岁了? 完颜平道,我十八,你呢? 杨过道,我也是十八。 心想,我若是月份小过他,给他叫一声兄弟,可没味儿。 说道,我是正月里的生日,以后你叫我杨大哥得了,我也不跟你客气,叫你完颜妹子了。 完颜平脸上一红,觉得此人做事单刀直入,好生古怪,但对自己却是并无恶意,于是点了点头。 杨过见他点头,喜得心痒难挠,完颜平容色清秀,身材瘦削,遭遇不幸,似乎生来就叫人怜惜。 而最要紧的是,他盈盈眼波,竟与小龙女极为相似。 他可没想到,一个人心中哀伤,眼色中自然有凄苦之意,天下之人莫不皆然。 说他眼波与小龙女相似,那也只是他自卫自欺的念头而已。 他凝视着他的眼睛,忽而将他的黑衣幻想而为白衣,将他瘦瘦的瓜子脸幻想成为小龙女轻力绝俗的容貌。 痴痴地想着,脸上不禁流露出了祈求、想念、爱怜、种种柔情。 完颜平有些害怕,轻轻挣脱他手,低声道, 你怎么了? 杨过如梦方醒,叹了口气道,没什么,你去不去杀他? 完颜平道,我这就去,杨大哥,你陪不陪我? 杨过大要说,自然陪你去,转念一想,若我在他旁,他有恃无恐,自问之情不切,耶律奇就不会中计。 说道,我不便陪你。 完颜平眼中瞪时露出失望之色,杨过心里一软,几乎便要答应陪他,那只完颜平悠悠地道,好吧,杨大哥,只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 杨过忙道,哪里,哪里,我…… 完颜平欺然摇头,镜子奔出屋去,片刻之间,又已回到耶律进的住处。 这时耶律储才等各已回房,正要安寝。 完颜平在大门上敲了两下,朗声说道,完颜平求见耶律奇耶律公子。 早有几名侍卫奔过来,戴要拦阻,耶律奇打开门来,说道,完颜姑娘,有何见叫? 完颜平道,我要再领叫你的高招。 耶律奇心中奇怪,怎地你如此不自量力? 于是,侧身让开,右手一伸,说道,请敬。 完颜平进防拔刀,呼呼呼连环三招,刀锋中夹着六招铁掌掌法,这一刀加双掌自左右分进合击。 耶律奇左手下垂,右手劈打戳拿,将他三刀六掌尽数化解。 心想,怎生寻个法,叫他知难而退,永不再来纠缠。 二人斗了一阵,完颜平正要使出阳过所受的三招,门外忽有一女子声音叫道,耶律奇,他要骗你使用左手,可需小心了。 正是陆无双出声呼叫。 耶律奇一争,完颜平不等他会过意来,历时一招云横秦岭消去,待他侧身闪避,抖得伸出左手,枯藤缠树,以抓住他右手,自己右手回转,横刀猛往井中抹去。 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,耶律奇心中转了几转,定须救他,但他是在骗我用左手,我意识上左手,这条命就是交给他了。 大丈夫死则死而,岂能见死不救。 杨过腻料耶律奇的心子,只要突然出此三招,他非出左手相救不可,那只陆无双又从中捣乱,静而抢先提醒,本来这法子已经不灵,但耶律奇慷慨豪侠,明知这一出手相救,乃是自舍性命,危急之际竟然还是伸出左手,在完颜平右腕上一挡,手腕翻处,夺过了他的柳叶刀来。 二人交换了这三招,各自越后两步,耶律奇不等他开口,将刀制了过去,说道,你已破得我用了左手,你杀我便是,但有一事相求。 完颜平脸色惨白,道,什么事? 耶律奇道,求你别再加害家父。 完颜平哼了一声,慢慢走近,举起刀来,烛光下只见他神色坦然,灵灵声威。 见到这般男子汉的气概,想起他是为了相救自己才用左手,这一刀哪里还砍得下去? 他眼中杀气突转柔和,将刀子往地下一掷,眼面奔出。 他六神五主信不所知,直奔郊外,到了一条小溪旁,望着淡淡的星光映在溪中,心中乱成一团。 过了两久两久,叹了一口长气。 忽然身后也发出一声叹息。 完颜平一惊,转过身来,只见一人站在身后,正是杨过。 他叫了声杨大哥,垂手不语。 杨过上前握住他双手,安慰他道,要为父母报仇,原非一事,那也不必兴急。 完颜平道,你都瞧见了? 杨过点点头,翻颜平道,以我这般无用之辈,报仇自然不易,我只要有你一半功夫,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 杨过斜着他手,和他并排坐在一棵大树下,说道,纵然学得我的武功,又有何用? 你眼下虽不能报仇,总知道仇人是谁,日后岂无良机。 我呢,连我爹爹是怎样死的也不知,是谁害死他也不知,什么报仇血恨,全不用提。 完颜平也呆,道,你父母也是给人害死的吗? 杨过叹道,我妈是病死的,我爹爹却死得不明不白,我从来没见过我爹一面。 完颜平道,那怎么会? 杨过道,我妈生我之时,我爹已经死了,我常问我妈,爹爹到底是怎么死的,仇人是谁? 我每次问起,妈妈总是垂泪不答,后来我就不敢再问了。 那时候我想,等我年纪大些再问不迟。 哪知道,妈妈忽然一病不起,她临死时,我又问起,妈妈只是摇头,说道,你爹爹,你爹爹,哎。 孩儿,你这一生一世,千万别想报仇。 你答允妈,千万不能想为爹爹报仇。 我又是悲伤又是难过,大叫我不答允,我不答允。 妈妈一口气转不过来,就此死了。 哎,你说我,怎生是好啊? 他说这一番话,原意是安慰完颜平,但说到后来,自个儿也伤心起来。 常言道,杀父之仇不共戴天,人若不报父仇,乃是最大的不孝。 终身蒙受耻辱,为世人所不耻。 杨过连杀父仇人的性命都不知道,这件恨事藏在心中,机遇已久,随时倾途出来,语气之中,自是充满了伤心怨愤。 完颜平道,是谁养大你的? 杨过道,又有谁了,自然是我自己养自己。 我妈死后,我就在江湖上东游西荡,这里讨一餐,那里挨一宿,有时肚子饿得抵不住,偷了人家一个瓜儿鼠儿。 常常给人抓住,暴打一顿。 你瞧,这里许多伤疤,这里的骨头突出来,都是小石给打的。 一面说,一面卷起衣袖裤管给他看。 星光朦胧下,完颜平瞧不清楚,杨过抓住了他手,在自己小腿的伤疤上摸去。 完颜平抚摸到他腿上,凹凹凸凸的疤痕,不禁心中意酸。 暗想,自己虽然国破家亡,但父亲留下不少亲故旧部,金银财宝更是不计其数,与他的身识相较,自己又是幸运得多了。 二人默默半赏,完颜平将手轻轻缩转,离开了他小腿,但手掌仍是让他握着。 低声问道, 你怎么学了这一身高强武功,怎地又做了蒙古人的官儿? 杨过微微一笑,道 我不是蒙古的官儿,我穿蒙古衣衫,只是为了躲避仇家追寻。 完颜平喜道 那好啊 杨过道 好什么 完颜平脸上微微一红,道 蒙古人是我大金国的死对头,我自然盼望你不是蒙古的官儿。 杨过握着他温软滑腻的手掌,大是心神不定,说道,若是我做大金的官儿,你又对我怎样? 完颜平当初见他容貌英俊,武功高强,本已有三分喜欢,何况在患难之际,得他诚心相助,后来听了他诉说绅士,更增了几分怜惜。 此时听他说话有些不怀好意,却也并不动怒,只叹道,若是我爹爹在世,你想要什么,我爹爹总能给你。 现下,我爹娘都不在了,一切还说什么? 杨过听他语气温和,伸手搭在他的肩头,在他耳边低声道,妹子,我求你一件事。 完颜平芳心砰砰乱跳,以字料到三分,低声问,什么? 杨过道,我要亲近你的眼睛,你放心,我只亲你的眼睛,别的什么也不犯你。 完颜平初识指道他要出口求婚,只怕他要有肌肤之亲,自己若是拒绝,他威仪用强,怎能是他对手? 何况他少女情怀,一只手被他坚强粗厚的手掌握着,以字意乱情迷,别说他用强,纵然毫不动粗,实在也是难以抗拒。 哪知他只说要亲亲自己的眼睛,不由得松了一口气,可是心中却有危感失望,略觉诧异,当真是忠心力溜,其乱如斯了。 他妙目流波,蒸蒸地望着他,眼神中微带娇羞。 杨过凝视他的眼睛,忽然想起小龙女与自己最后一次分别之前,也曾这般又娇羞又深情地望着自己,不禁大叫一声,跃起身来。 完颜平被他吓了一跳,想问他为了什么,又觉得难以启齿。 杨过心中混乱,眼前晃来晃去尽是小龙女的眼波。 那日他见此眼波之时,尚是个混沌未凿的少年,对小龙女又素来尊敬,以致全然不知其中含义。 但自下得山来,与陆无双共处几日,此刻又与完颜平耳鬓丝磨,目的里心中灵光一闪,恍然大悟。 对小龙女这般柔情蜜意,方识领会,不由得傲丧万端,几欲在大树上舊子一头状子。 心想,姑姑对我如此一片深情,又说要做我妻子,我竟然辜负她的美意,此时却又往何处寻她? 突然间大叫一声,扑上去一把抱住完颜平,猛往她眼皮上亲去。 完颜平见她如痴如狂,心中又惊又喜,但觉她双臂似铁,紧紧哭在自己腰里,当下闭了眼睛,任她滋意领受那温柔滋味,只觉得她嘴唇亲来亲去,始终不离自己的左眼右眼,心想,此人虽然狂暴,倒是言而有信, 但不知她何以止亲自己的眼睛。 忽听着杨过叫道,姑姑,姑姑,声音中热情如废,却又显得极是痛楚。 完颜平正要问她叫什么,忽然背后一个女子声音说道,老您两位的嫁。 杨过与完颜平同时一惊,离身跃开,见大树旁站着一人,身穿青袍,完颜平心下砰砰乱跳,满脸飞红,低头腹弄衣角,不敢向那人再瞧上一眼。 杨过却认得清楚,正是当日在小客店中道旅引开礼莫愁的那人,与自己和陆无双使有救命之恩,见这人头锤双环,是个女郎,当即深深一躬,说道,日前多蒙姑娘元首,大得难忘。 那女郎恭恭敬敬地还礼,说道,杨也此刻还记得那一同出生入死的旧伴吗? 杨过道,你说是…… 那女郎道,李莫愁师徒是才将她勤了去了。 杨过大吃一惊,颤声道,当真,她,她现下不碍事吗? 那女郎道,一时三刻还不碍事儿,陆姑娘咬定那部秘本给丐帮拿了去,赤链魔头便压着她去追讨,量来她性命一时无妨,折磨自然是免不了。 杨过教导,咱们快去救她。 那女郎摇头道,杨也功夫虽高,只怕还不是那赤链魔头的对手,咱们网自送了性命,却于事无补。 杨过在淡淡星光之下,见着青衣女郎的面目,竟是说不出的怪异丑陋,脸上肌肉半点不动,倒似一个死人,这人一见之下不自禁地心生不已。 向她望了几眼,便不敢正视,心想,这位姑娘为人这么好,却生了这样一副怪象,时时可惜,我再看她面貌,难免要流露惊诧神色,那可就得罪她了。 问道,不敢请教姑娘遵性。 那女郎道,贱性不足挂齿,将来杨爷自会知晓,眼下快想法子救人要紧。 她说话时,脸上肌肤丝毫不动,若非听到声音是从她口中发出,真要以为她是一具行尸走肉的僵尸。 但说也奇怪,她话声却极是柔焦清脆,令人听之省眷忘忧。 杨过道, 既然如此,如何救人一瓶姑娘记忆,小人静听吩咐便是。 那女郎彬彬有礼,说道,杨爷不必客气,你武功强我十倍,聪明才智,我更是望尘莫及,你年纪大过我,又是堂堂男子汉,你说怎么办,便怎么办,小女子听从差遣。 杨过听了她这几句又谦逊又诚恳的话,心头真是说不出的舒服,心想,这位姑娘面目可不,说话却如此的温雅和顺,真是人不可以貌相了。 当下想了一想,说道,那么咱们悄悄随后跟去,伺机救人便了。 那女郎道,这样甚好,但不知完颜姑娘意下如何,说着走了开去,让杨过与完颜萍商议。 杨过道,妹子,我要去救一个同伴,咱们后会有期。 完颜萍低头道,我本事虽低,或许也能出得一点力,杨大哥,我随同你去救人吧。 杨过大喜,连说,好好,当下提高声音,向那轻衣女郎说道,姑娘,完颜姑娘愿助我们去救人。 那女郎走近身来,向完颜萍道,完颜姑娘,你是金之玉叶之体,形势还需三思,我们的对头形势毒辣无比,江湖上称作赤裂魔头,当真万般的不好惹。 语气甚是斯文有理,完颜萍道,且别说杨大哥与我有恩,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 单凭姐姐你这位朋友,我完颜萍也很想交一交,我跟了姐姐去,一切小心便是。 那女郎过来挟住她手,柔声道,那再好也没有,姐姐,你年纪比我大,还是叫我妹子吧。 完颜萍在黑暗中瞧不见她丑陋的容貌,但听得她声音娇美,握住自己手掌的一只手也是又软又嫩,直到她是个美貌少女,心中很是喜欢。 问道,你今年几岁? 那女郎轻轻一笑,道,咱们不忙比大小。 杨爷,还是救人要紧,你说是不是? 杨过道,是了,请姑娘指引路途。 那女郎道,我见她们是向东南方而去,定是直奔大圣官了。 三人当即施展清宫,骑向东南方急醒,古墓派向以清宫擅长,称得上天下第一。 完颜萍武功并不如何了得,清宫却着实不弱。 起着那轻衣女郎不疾不徐地跟在完颜萍身后,完颜萍奔得快,她跟得快。 完颜萍行得慢了,她也放慢脚步,两人之间始终是相聚一两步。 杨过暗暗惊异,这位姑娘不知是哪一派弟子,瞧她轻功,拾在完颜妹子之上。 她不愿在两个姑娘之前逞能,是以始终剁后。 行道天色大明,那女郎从衣囊中取出干粮,分给二人。 杨过见她所穿青袍虽是布置,但逢功精巧,剪裁和身,穿在身上更衬得她身形苗条,婀娜多姿,时事远胜景衣绣服。 而干粮水壶等物,无一步安排妥善,处处显得她心细如发。 完颜平见她的容貌甚是亥议,不敢多看,心想,世上怎会有如此丑陋的女子。 那女郎带两人吃完,对杨过道,杨叶,李莫愁认得你,是不是? 杨过道,她见过我几次。 那女郎从衣囊中取出一块薄薄的丝巾般纸布,道,这是张人皮面具,你戴了之后,她就认不得你了。 杨过接过手来,见面具上露出双眼与口鼻四个孔洞,便贴在脸上,高低凹凸处处吻合,就如生成一般,当下大喜称谢。 完颜平见杨过戴了这面具后,相貌陡变,丑陋无比,这才醒悟,说道,妹子,原来你也戴着人皮面具,我真傻,还道你生就这副怪样呢,真对不起。 那女郎微笑道,杨爷这副俊俏模样,戴了面具可就委屈他了,我的相貌呢,哎,戴不戴却都是一样。 完颜平道,我才不信呢,妹子,你戴下面具给我瞧瞧,成不成。 杨过心中好奇,也是急欲看一看她的容貌,但那女郎退开两步,笑道,别瞧别瞧,我这一副怪像可要吓坏了你。 完颜平见他一定不肯,只得罢了。 中午时分,三人赶到了武关,在镇上一家酒楼上捡个座头,坐下用饭,殿下见杨过是蒙古军官打扮,不敢怠慢,极力奉承。 三人吃得一半,只见门围仙处,进来三个女子,正是李莫愁师徒压着陆无双。 杨过心想,此时李莫愁虽然绝技认不出自己,但一副如此古怪的容貌,难免引起他疑心,形势诸多不变。 当下,转过头去只是爬饭,倾听李莫愁他们说话,那只鹿无双固然莫不作声,李莫愁红林波师徒要了饭菜后,也不再说话。 完年平听杨过说过李莫愁师徒三人的形貌,心中着急,倒转筷子在汤里一蘸,在桌上写道,动手吗? 杨过心想,凭我三人之力,再加上媳妇,仍难敌他师徒,此事只可置去,不能立敌,将筷子缓缓摇了摇。 楼梯脚步声响,走上两人,完颜平斜眼看去,却是耶律齐耶律燕兄妹,二人呼见完颜平在此均决惊奇,向他点了点头,找了个座位坐下,他兄妹二人自完颜平去后,指他不会再来行刺,于是别过副兄,结伴出来游山玩水,在此处又遇见他,心下更是宽慰。 李莫愁因五毒密传,落入丐帮之手,好生愁闷,这几日都是食不下宴,只吃了半碗面条,就放下筷子,抬头往楼外闲跳,呼见街脚边站着两个乞丐,背上都附着五只布袋,乃是丐帮中的五代弟子。 心念一动,走到窗口,向两盖招手道,盖帮的两位英雄请上楼来,贫道有一句话,相反转达贵帮帮主。 他知若是平白无端的呼唤,这二人未必肯来,若说有话转至帮主,盖帮的弟子却是非来不可。 陆无双听师父召唤盖帮人众,必是质寻五毒密传的去处,不由得脸色惨白。 耶律奇之盖帮在北方势力极大,这个相貌俊美的道姑居然有言语传给他们帮主,不知是何等身份来历,不由得好奇兴起,停悲不隐,侧头邪逆。 片刻之间,楼梯上踏板微响,两名花子走了上来,向李莫愁行了一礼,道,道姑有何差遣,自当尊奉。 两人行礼后站直身子,一名花子见陆无双在侧,脸上疏得变色,原来他曾在道上拦截过他,当下一扯同伴,两人跃到梯口。 李莫愁微微一笑,说道,两位请看守备。 两盖的眼光同时往自己手背上瞧去,只见每只手背上都抹着三条朱砂般的纸印,实不知他如何竟用快捷无伦的手法,以神不知鬼不觉的使上了五毒神掌。 他这下出手,两盖固然一无所知,连杨过与耶律奇两人也未瞧得明白。 两盖一惊之下,童声叫道,你,你是赤恋仙子。 李莫愁柔声道,去跟你家帮主言道,你盖帮和我姓李的素来河水不犯井水,我一直仰慕贵帮英雄了得,只是无缘谋面,男灵教义实感抱憾。 两盖互望了一眼,心想,你说得倒好听,怎又无缘无故的突下毒手? 李莫愁顿了一顿,说道,两位中了五毒神掌,那不用担心,只要将夺去的书赐还,贫道自会替两位医治。 一盖道,什么书? 李莫愁笑道,这本破书说来嘛,也不止几个大钱,贵帮倘若定是不还,远也算不了什么。 贫道只向贵帮取一千条教化的命,做底便了。 两盖手上尚未觉得有何异样,但每听他说一句,便不自禁地往手背望上一眼。 久闻赤炼神掌阴毒无比,中了之后死时剧痛齐痒,这是心生幻想,手背上三条烟红纸印,似乎正字慢慢扩大。 听他说的凶恶,心想,只有回去禀报本路长老再做计较,互相使个眼色,奔下楼去。 李莫愁心道,你帮主若要你二人性命,势必乖乖地拿五毒秘传来求我。 呀,不好,若是他抄了个副本留下,却将原本还我,那便如何? 转念又想,我神掌暗器诸般独性的解法,全在书上在得明白,他们记得此书,何必再来求我? 想到此处,不禁脸色大变,飞身抢在二盖头里,拦在楼梯中路,砰砰两掌,将二盖击回楼头。 他书上书下,只见黄影闪动,已回上楼来,抓住一盖手臂一抖,嘎啦声响,那人臂鼓折断,手臂软软垂下。 另一个花子大惊,但他甚有意气,却不奔逃,抢上来护住受伤的同伴,眼见李莫愁抢上前来,急忙伸拳直击,李莫愁随手抓住了他手腕,顺势一抖,又折断了他的臂鼓。 二盖兜指一招之间就伸受重伤,心知,今日已然无幸,两人背靠着背,各举一只未伤手臂,决意富裕拼斗。 李莫愁思思文文的道,你二位便留着吧,等你们帮主拿书来书。 二盖见他回到桌边坐下喝酒,背向他们,于是一步步的挨向梯边,欲伺机逃走。 李莫愁转身笑道,瞧来,只有两位的腿骨也都折断了,这才能驱留大驾。 说着,站起身来。 洪灵波瞧着不忍,道,师父,我看守着不让他们走就是了。 李莫愁冷笑道,哼,你良心倒好。 缓缓向二盖走近,二盖又是愤怒又是害怕。 耶律奇兄妹一直在旁观看,此时再也忍不住,同时豁然站起。 耶律奇低声道,三妹,你快走,这女人好生厉害。 耶律燕道,你呢? 耶律奇道,我救了二盖,立即逃命。 耶律燕指道二哥于当世已少有敌手,听他说也要逃命,心下难以相信。 就在此时,杨过在桌上用力一拍,走到耶律奇跟前,说道。 耶律兄,你我一起出手救人如何? 他想,要救陆无双,迟早需跟李莫愁动手,难得有耶律奇这样的好手要仗义救人,不拉他落水,更待何时。 耶律奇见他穿的是蒙古军装,相貌十分丑陋,生平从未遇见此人。 心想,他既与完颜平在一起,自然知道自己是谁,但李莫愁如此功夫,自己都绝难取胜,常人出手,只有网字送了性命,一时愁愁未达。 李莫愁听到杨过说话,向他上下打量,只觉他话声甚是熟悉,但此人相貌,一见之后绝难忘记,却可断定素不相识。 杨过道,我没兵认。 要去借一把试试。 说着,身形一晃,在洪灵波身边一掠而过,顺手在他衣袋上摘下了剑鞘,在他脸颊上一吻,叫道好香。 洪灵波反手一掌,他头一低,已从他掌底钻过,站在二盖与李莫愁之间。 这一下身法之快,一呼寻常,正是在古墓斗士中捉麻雀练出来的最上诚心功。 李莫愁心中暗惊,耶律奇却是大喜过望,叫道,这位兄台高姓大名。 杨过左手一摆,说道,小弟姓杨。 举起剑鞘道,我猜里面是柄断剑。 拔剑出鞘,那口剑果然是断的。 洪灵波猛然醒悟,叫道,好小子,师父,就是他。 杨过接下脸上面具,说道,师伯师姐,杨过参见。 这两声师伯师姐一叫,耶律奇故事如舵无礼物中,陆无双更是惊喜焦急,怎的傻蛋叫他们师伯师姐。 李莫愁淡淡一笑,说道,哼,你师父好啊。 杨过心中一酸,眼眶瞪时红了。 李莫愁冷冷的道,你师父当真调教得好徒儿啊。 日前,杨过以怪招化解了他的生平绝技,三无三不守,最后更以牙齿夺取他的扶尘,武功之怪为时匪夷所思。 虽然终于夺回了扶尘,也知杨过武功与自己相距甚远,此后回思仍是禁不住暗暗心惊。 这坏小思静静好快,师妹更加了不得了,原来玉女心惊中的武功竟然这般厉害,幸好师妹那日没跟她联手,否则。 此刻见她又在现身,心下力感戒举,不由自主地四下一望,要看小龙女是不是也到了。 杨过猜到了她的心思,笑嘻嘻地道,我师父请问师伯安好。 李莫愁道,她在哪里呢? 咱姐妹俩很久没见了。 杨过道,师父就在左近,捎带片时,便来相见。 他知自己远不是李莫愁的对手,纵然加上耶律奇,仍是难以取胜,于是摆下空城计,抬出师父来吓她一下。 李莫愁道,我自管叫我徒儿,又干你师父什么事儿了? 杨过笑道,我师父向师伯求个情,请你将陆师妹放了吧。 李莫愁微微一笑道,哼,你乱伦犯上,与师父做了禽兽般的苟且之事,却在人前师父长师父短的,休也不休。 杨过听他出言辱疾师父,胸口热血上涌,提起剑鞘当作剑使,猛力极刺过去。 李莫愁笑道,哼哼,你丑事便做得,却怕旁人说嘛。 杨过使开剑鞘,连环急功,灵力无前,正是崇阳一刻中克制林朝英玉女剑法的武功。 李莫愁不敢怠慢,扶尘摆动,剑招招招,凝神接战。 李莫愁扶尘上的招数,皆是从玉女剑法中画出,数招一过,但觉对方的剑法惊奇无比,自己每一招每一事都在他意料之中,竟给他灼灼抢先,若非自己功力远胜,竟不免要落下风。 心中恨道,师父好偏心,将这套剑法留着丹娇师妹,哼,多半是要师妹以此来克制我,这剑法虽奇,难道我就怕了? 招数一变,突然纵身而起,跃到桌上,右足斜梯,左足踏在桌边,身子前后晃动,飘逸有志,直如风柏荷叶一般,笑银银的倒。 你拼头有没有教过你这一手,了他自己也不会使吧? 杨过一争,怒道,什么拼头? 李莫愁笑道,我师妹曾立重视,若无男子甘愿为他送命,便一生长居古墓,绝不下山。 他既随你下山,你两个又不是夫妻,那不是你拼头是什么? 杨过怒急,更不打话,挥动剑鞘纵身一涌,也上了桌子。 只是他轻功不及对方,不敢踏在桌檐,双足踏碎了几只饭碗菜碗,却也稳稳站立,横翘猛批。 李莫愁举扶尘挡胎剑鞘,笑道,哼哼,你这轻功不坏呀,你拼头待你果然很好,说得上有情有义。 杨过怒气勃发,不可抑制,叫道,姓里的,你是人不是,口中说人话不说,挺剑鞘快刺急功。 李莫愁淡淡地道,若要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,我古墓派出了你这两个败类,可说是丢尽了脸面。 他手上招架,口中不住出言讥讽。 他行事虽独,谈吐举止,却向来斯文有理,说这些言语实是大为本性,只是他担心小龙女愧赐在侧,若是突然抢出来动手,那就难以抵挡。 是以乌言慧语,滔滔不绝,要骂得小龙女不敢现身。 杨过听他越说越是不堪,若是谩骂自己,那是毫不在乎。 但竟然如此侮辱小龙女,狂怒之下,手脚颤抖,头脑中忽然一晕,只觉眼前发黑,邓氏站立不稳,大叫一声,从桌上摔了下来。 李莫愁举起扶尘,往他天灵盖直击下去。 耶律奇眼见势急,在桌上抢起两只酒杯,往李莫愁背上打去,李莫愁听到暗气风声,斜眼见是酒杯,当即吸口气,封住了背心穴道,定要将杨过打死再说,心想,两只小小酒杯何足倒哉? 那只酒杯未到,酒先颇致,但觉致阳中书两学,被酒流冲得微微一麻,暗叫,不好,师妹道了,酒亦如此,酒杯何堪? 急忙倒软扶尘,及时扶开两只酒杯,只觉手臂一震,心中更增烦忧,怎么这小妮子力气也练得这么大了? 戴德转过身来,见养手致杯的并非小龙女,却是那蒙古装束的长身少年,他大为惊讶,后背之中竟有这许多好手。 只见他拔出长剑,朗生说道,仙姑下手过于狠毒,在下讨教几招。 李莫愁见他慢慢走近,脚步凝重,看他年纪不过二十来岁,但适才投掷酒杯的手劲,以及拔剑麦布的姿势,竟似有二十余年功力一般。 当下,宁谋笑道,阁下是谁,尊师是哪一位? 耶律奇恭声道,在下耶律奇是全真派门下。 此时,杨过已然闭在一旁,听得耶律奇说是全真派门下,心道,他果然是全真派的,难道是刘楚玄的弟子? 料得好大通,也交不出这样的好手来。 李莫愁问道,尊师是马玉还是邱楚姬? 耶律奇道,不是。 李莫愁道,是刘王好中的哪一位? 耶律奇道,都不是。 李莫愁咯咯一笑,指着杨过道,他自称是王重阳的弟子,那你和他是师兄弟了? 耶律奇奇道,不会的吧,重阳真人谢氏已久,这位兄台哪能是他弟子? 李莫愁咯咯一笑,杨真门下,竟是撒谎不眨眼的小子。 杨真派,趁早给我改名为权甲派吧,看招。 浮沉青阳,当头击落。 耶律奇左手捏着剑绝,左足踏开,一招定阳针向上斜刺,正是正宗全真剑法。 这一招神蛮弃足,竟攻势力无不恰到好处,看来平平无奇,但要练到这般没半点瑕疵,天资稍差之人,即仪式之功也未必能够。 杨过在古墓中学过全真剑法,自然识得其中妙处,只是他武功学得杂了,这招定阳针就无论如何使不到如此凝重厚重。 李莫愁见他此招一出,就知是个劲敌,于是跨步携走,扶沉后辉。 耶律奇但见辉影闪动,扶沉丝或左或右,四面八方的略将过来。 他接战精力甚少,此时出逢强敌,当下抖走精神,全力应付。 煞时之间,二人拆了四十余招,李莫愁越攻越近,耶律奇缩小剑圈,凝神招架,眼见败相已成,但李莫愁要历时得手,却也不成。 他暗暗赞赏,这小子果实极精准的全真武功,虽然不及邱王刘朱子,却也不输于孙不二,全真门下当真是人才辈出啊。 又拆树招,李莫愁迈个破绽,耶律奇不知事迹,提剑直刺,李莫愁呼地飞出左脚,踢出他的手段。 耶律奇手上一疼,长剑脱手,但他虽败不乱,左手斜劈,右手竟用擒拿法来夺他扶尘。 李莫愁一笑,赞道,好俊功夫,只树招间,便察觉耶律奇的擒拿法中,运有余意不尽的柔尽,却是刘楚玄、孙不二等人之所无,心下更是暗暗诧异。 杨过破口大骂,贼贱人,今生今世,我再不认你做师伯。 挺剑翘上前来夹击。 李莫愁见耶律奇的长剑落下,扶尘逆起,卷住长剑往杨过脸上置去,笑道,你是你师父的汉子,那么叫我师姐也成。 杨过看准长剑来世,举起剑翘迎去,陆无双完颜平等齐声惊呼,却听得刷的一声,长剑正好插入了剑翘之中。 这一下以翘就剑,时是剑不容发,只要剑翘偏有毫厘,以李莫愁这一致之势,长剑自是在他身上穿胸而过。 可是他在古墓中勤练暗器,于拿捏时刻力道轻重,准头方位各节,以练得时无毫厘之差的地步。 细如毛发的御风针尚能挥手必重,要揭这柄长剑,自是魂不当一回事。 他拔剑出鞘,与耶律奇联手双战。 这时九楼上邓翻抬歪,碗碎跌破,众九客早已走避一空。 洪灵波自跟师父出道以来,从未见他在战阵中落过下风。 古墓中受挫于小龙女,只为了不识水性,浮尘虽曾被杨过夺去,转眼便即夺回,仍是逼得杨过落荒而逃。 事已虽见二人向他夹击,心中毫不担忧,只是站在一旁观战。 三人斗到憨处,李莫愁招数右边,扶尘上发出一股进风,逼得二人站立不定。 煞时之间,耶律奇与杨过,叠欲显招。 耶律燕与完颜平叫声不好,同时上前助战,只拆得三招,耶律燕左腿给扶尘扶重。 邓时酿呛跌出,腰间撞上桌炎,才不致跌倒。 耶律奇见妹子受伤,心神悲乱,被李莫愁挤下猛弓,不由得连连倒退。 那轻衣少女见情势危急,纵上前来扶起耶律燕退开。 李莫愁于恶斗之际,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,见那少女纵起身时,身发轻盈,显是名家弟子。 挥扶尘往他脸上掠去,问道,姑娘尊姓,尊师是哪一位? 二人相隔仗许,但扶尘说到就到,晃眼之间,扶尘肆以掠到他脸前。 轻衣少女吓了一跳,右手急扬,袖中挥出一根冰刃,将扶尘挡开。 李莫愁见着兵刃甚是古怪,晶莹声光长约三尺,似乎是跟牙霄欲敌,心中琢磨,这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兵刃? 树下急功,要逼他进展所长,那少女抵挡不住,杨过与耶律齐忙抢上相救,但是在难抵李莫愁那东发一招,嬉劈一掌,飘忽灵动的战法,顷刻间显向还生。 杨过心想,我们只要稍有疏愚,眼前个个难逃性命。 张口大叫,好媳妇儿,我的好妹子,穿轻衣的好姐姐,耶律好师妹,大家快下楼去晒晒心吧,这贼婆娘厉害得紧。 四个女子听她乱叫胡嚷,人人脱不了一个好字,都不禁皱起了眉头,眼见情势却是紧迫已急,陆无双首先下楼,轻衣少女也扶着。 叶绿燕下去,两个花子见着几个少年鹰侠为了自己,而与李莫愁打得天翻地覆,有心要上前助战,苦于臂膀断折,动手不得。 他两人甚有意气,虽然李莫愁无暇相顾,二人却始终站着不动,不肯掀杨过等人逃命。 杨过与耶律齐并肩而斗,抵挡李莫愁越来越伶俐的招数。 接着,樊炎平也退下楼去,杨过道,耶律兄,这里手脚施展不开,咱们下楼打吧。 他想,到了人多之处,就可乘机溜走。 耶律齐道,好,两人并肩从楼梯一步步退下,李莫愁步步抢弓,虽然得胜,心中却大为恼怒。 我生平要杀谁就杀谁,金智却叫这两个小子挡住了,若是陆无双这贱人竟因此逃脱,赤恋仙子为您何在? 他一意要勤回陆无双,跟着追杀下楼。 众人各出全力,自酒楼斗到街心,又自大街斗到荒郊,杨过不住叫嚷,亲亲媳妇儿,亲亲好妹子,走得越快越好,耶律师妹,青山姑娘,你们快走吧,咱两个男子汉死不了。 耶律奇却一言不发,他年纪只比杨过稍大几岁,但荣色威严,沉意厚重,全然不同于杨过的清洁彪悍,浮躁跳脱。 二人断后挡敌,耶律奇硬碰硬的接挡敌人独招,杨过却纵前越后,扰乱对方心神。 李莫愁见小龙女始终没有现身,更是放心宽怀,全力施展。 杨过和耶律奇毕竟功力和他相差太远,站到此时,二人均以面红心跳呼呼气喘,李莫愁见状大喜,心道,不用半个时辰,便可禁取这批小鬼的性命。 正激动间,呼听得空中几声利鸣,声音轻亮,两头大雕往他头顶急扑下来,四翅鼓风,只带得满地挥沙飞扬,声势惊人。 杨过时的这对大雕是郭静夫妇所养,自己幼时在桃花岛上,也曾与双雕一起玩耍,心想,双雕即来,郭静夫妇必在阻近。 自己反出重阳宫,可不愿再与他们相见,忙越后竖步,取出人皮面具,戴上。 双雕疙疏左疏右,上下翻飞,不住向李莫愁赤扑惠拙。 原来,双雕记心甚好,当年吃过他冰破银针的苦头,一直怀恨在心,此时在空中远远望见,瞪时飞来搏击,但害怕他银针的厉害,一见他仰手,立即震翅上降。 耶律奇瞧得好声诡异,见双雕难以取胜,叫道,杨兄,咱们再上,四面夹击,瞧他怎地。 正要挠声抢上,呼听东南方马蹄声响,一场马,急驰而至。 那马脚步迅捷无比,抚纹提升,便已奔到跟前,身长腿高,遍体红毛,神俊非凡。 李莫愁和耶律奇都是一惊,这马怎地如此快发? 马上骑着个红衣少女,连人带马,宛如一块儿大火炭般扑将过来。 只有他一张雪白的脸庞,才不是红色。 杨过见了双雕红马,早料到马上少女是郭靖黄荣的女儿郭福。 只见他一勒马将,红马疏得立住。 这马在急奔之中说定便定,既不人力,负不思明,神定弃贤。 耶律奇自幼在蒙古长大,骏马不知见过多少,但如此鹰雾却是从所未见。 不由得更是惊讶,他不知此马乃郭靖在蒙古大漠所得的汉血宝马,当年是小红马。 此时马齿已增,算来已入暮年,但神物毕竟不同繁马,年岁虽老,仍是筋骨强壮,角力雄剑,不减壮实。 杨过与郭福多年不见,偶尔想到他时,总记得他是个骄纵蛮横的女孩。 哪知此时已长成一个颜若春花的美貌少女。 他一阵急迟之后,额头微微渐汗,双颊被红衣一映,更增娇艳。 他向双雕看了片刻,又向耶律奇等人瞥了一眼,眼光扫到杨过脸上时,见他身穿蒙古装束,戴了面具后又是容貌怪异,不由得双额微醋,神色间颇有鄙夷之色。 杨过自幼与他不睦,此番重逢,见他仍是憎恶自己,自卑自伤之心更加强了,心想,你瞧我不起,难道我就非要你瞧得起不可? 你爹爹是当事大侠,你妈妈是丐帮帮主,你外公是武学大宗师,普天下武学之士,无一人不尊重你郭家,可是我父母呢? 我妈妈是个乡下女子,我爹不知是谁,又死得不明不白。 哼,我自然不能跟你比,我生来命苦,受人侮辱,你再来侮辱,我也不在乎。 他站在一旁,暗暗伤心,但觉天地之间无人看重自己,活在世上了无意味,只有师父小龙女对自己一片真心,可是此时又不知去了何方? 不知今生今世,是否还能重见他的日子? 心中正字难过,听得马蹄声响,又有两成马迟来。 两匹马一青一黄,也都是两种,但与郭福的红马相形之下,可就差得太远。 每匹马上骑着一个少年男子,均是身穿黄衫。 郭福叫道, 武家哥哥,又见到这恶女人了。 马上少年正是武敦儒,武修文兄弟,二人一见李莫愁,他是杀死母亲的大仇人,数年来日也不忘,喜之在此相见,当时急跃下马,各抽长剑,左右攻了上去。 郭福叫道, 我也来,从马鞍旁取出宝剑,下马上前助战。 李莫愁见敌人越战越多,却各个年纪甚轻,眼见两个少年一上来就是面红木赤,恶狠狠的情同拼命,剑法纯正,显然也是名家弟子。 接着呢,红衣美貌少女也攻了上来,一出手,剑剑微颤,耀目升光,这一剑挟刺正志,暗藏极厉害的后招,功力虽浅,剑法却甚是奥妙,心中一领,教道。 你是桃花岛,郭家姑娘? 郭福笑道,你倒识得我,刷刷连出两剑,均是刺向他胸腹之间的要害。 李莫愁举扶尘挡开,先道,小女孩骄横得紧,凭你这点威莫本领,竟也敢来向我无礼,若不是忌惮你爹娘,你就有十个也一起毕了。 扶尘回转,正想夺下他长剑,突然两肋肩风声撒起。 古氏兄弟两柄长剑同时指道,他哥俩和郭福都是郭靖一手清传的武艺,三人在桃花岛上朝夕共处,练的是同样剑法。 三人剑招配合得紧密无比,此退彼近,彼上此落。 虽非什么阵法,三柄剑使将开来,居然声势也大势不弱。 三人二雕连环搏击将李莫愁围在河心,若凭他三人真实本领,时间稍长,李莫愁未能伺机伤得一人,其余二人就绝难自保。 但他眼见敌方人多势众,若是一拥而上,倒是不义对敌,若再惹得郭靖夫妇出手,更是逃不了好去。 当下扶尘回卷,笑道。 小娃娃们,且瞧瞧赤练仙子耍猴的手段,呼呼呼连进六招,每一招都是直指要害,逼得郭福与武士兄弟手忙脚乱,不住跳跃臂长,当真有些猴的模样。 李莫愁左足独立,长笑声中,滴溜溜一个转身,叫道,领波,去吧,师徒俩向西北方奔去。 郭福叫道,他怕了咱们,追啊! 提剑向前脊椎,武士兄弟展开轻功随后赶去,李莫愁将浮沉在身后一扶一挥,潇洒自如,足下微尘不起,轻飘飘的似是缓步而行。 洪灵波则是发足急奔,郭福和武士兄弟用足力气,却与他师徒俩越离越远。 只两只大雕才比李莫愁更快,不断飞下搏击。 武敦如眼见今日报仇无望,吹动口哨,照双雕回转。 耶律奇等生怕三人有失,随后赶来接应,见郭福等回转,当下上前行礼相见。 众人都是少年心性,三言两语,说得极为投机。 耶律奇忽然想起,叫道, 杨兄呢? 完颜平道 他一个人走了,我问他去哪里,他离也不离。 说着,垂下头来。 耶律奇奔上一个小丘,私下瞭望,只见那轻衣少女与鹿无双并肩而行,走得已远,杨过却是没半点踪影。 耶律奇茫然若失,他与杨过此次出会,联手聚敌,为时虽无多久,但数次性命出入于呼吸之间,以大起敌忾同仇之心,见他忽然不别而行,倒似不见了一位多年结交的良友一般。 原来杨过见武士兄弟赶到,与郭福三人合宫李莫愁,三人神情亲密,所施展的剑法又是极为精妙,数招之间竟将李莫愁赶跑。 他不知,李莫愁是忌惮郭靖夫妇,这才离去,还到三人的剑法之中暗藏极厉害的内力,逼得他非逃不可。 当日郭靖送他上中南山学艺,曾大展雄威,打败无数全真道士,武功之高在他小小心灵中留下了极深印痕,心想,郭靖教出来的弟子武功自然胜己十倍。 有了这先入为主的念头,见郭福等三人一招寻常剑法,也以为其中必含奥妙后招。 他越看越是不愤,想起幼时在桃花岛上被武士兄弟两番殴打,郭福则在旁大叫,打得好用力打。 又想起黄荣故意不教自己武功,郭靖武功如此高强,却不肯传授,将自己送到崇阳宫去受一群恶道折磨,只觉满腔愤怨,不能自己。 眼见完颜平,陆无双,轻衣少女,耶律燕四女都是眼望自己脸有诧异之色。 心想,李莫愁,乌颜骂我姑姑,你们便都信了,你们瞧不起我,那也罢了,怎敢轻视我姑姑,我此刻脸色难看,那是我气不过武士兄弟和郭福,气不过郭伯伯,郭伯母,你们便当我跟姑姑有了狗血,因而内心有愧吗? 突然发足狂奔,也不依循道路,只在荒野中乱走。 此时他心神异常,只到普天下之人都要与自己为难,却没想自己带着人品厌俱,虽然满脸记恨不平之色,完颜平等又如何瞧得见? 平白无端的,旁人又怎会笑的? 李莫愁,恶名满江湖,又是众人公敌,所说的言语谁能信了? 他本来自西北向东南行,线下要与这些人离得越远越好,反而折返西北,心中混乱,艳赠尘势,摘下面具只在荒山野岭间乱走,肚子积了就摘些野果野菜果腹,越行越远,不到一个月已是形容枯稿,衣衫破烂不堪。 到了一处高山丛中,他也不知这是天下五月之一的华山,但见山势险峻,就发狠往绝顶上爬去。 他武功虽高,但华山是天下之险,却也不能说上就上,待爬到半山时,天后骤寒,千云低压,北风渐紧,接着天空竟飘下一片片的雪花,他心中烦恼,尽力折磨自己,并不找地方避雪。 风雪越大,越是在蝉崖峨壁处行走,行到天色相反,雪下的一发大了,足底溜滑,道路更是难于辨认,若是踏一个空,势必掉在万刃深谷中跌得粉身碎骨,他也不在乎,将自己性命瞧得极是轻见,仍是昂首直上。 又走一阵,呼听身后发出极轻的痴痴之声,似有什么野兽在雪中行走。 杨过立即转身,只见后面一个人影晃动,跃入了山谷。 杨过大惊,忙奔过去,向谷中张放,只见一人伸出三根手指勾在石上,身子却是凌空。 杨过见他以三指之力支持全身,平临万刃深谷,武功之高,实施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,于是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,说道,老前辈请上来。 那人哈哈大笑,震得山谷铭响,手指一纳,一从山崖旁跃了上来,突然立声鹤问,你是藏边无丑的同党不是? 大风大雪,半夜三更,鬼鬼祟祟在这里干什么? 杨过被他这般没来由的一骂心想,大风大雪,三更半夜,我鬼鬼祟祟的到这里来干什么了? 触动心事,突然间放声大哭,想起一声不幸,受人轻见,自己敬爱之极的小龙女却又无端怪责,决绝而去,此生多半再无相见之日,哭到伤心处,真是愁长千节,毕生的怨愤屈辱,尽数涌上心来。 那人起初见他大哭,不由得一睁,听得他越哭越是伤心,更是奇怪,后来,见他竟是哭得没完没了,突然之间纵声长笑,一哭一笑在山谷间相互撞击,直震得山上积雪,一大块一大块地往下掉落。 杨过听他大笑,哭声顿止,怒道,你笑什么? 那人笑道,你哭什么? 杨过带要恶声相加,想起此人武功深不可测,邓时将愤怒之意抑制了,恭恭敬敬地败将下去,说道,小人杨过,参见前辈。 那人手中拿着一根竹棒,在他手臂上轻轻一挑,杨过也不觉有什么大力逼来,却身不由主地向后摔去。 依这一摔之事,原该摔得爬也爬不起来,但他练过头下脚上的蛤蟆弓,在半空顺势一个惊斗,仍是好端端地站着。 这一下,两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,凭杨过目前的武功,要一出手就摔他一个惊斗,虽是李莫愁秋楚姬之辈也万万不能,而那人见他一个倒翻惊斗之后,居然仍能稳立,也不由得另眼相看,又问,你哭什么? 杨过打量他时,见他是个须发俱白的老翁,身上衣衫破烂,似乎是个花子。 虽在黑夜,但地下白雪一映,看到他满脸红光,神采奕奕,心中肃然起敬,答道,我是个苦命人,活在世上时事多余,不如死了得干净。 那老盖听他言辞酸楚,当真是满腹含怨,点了点头,问道,谁欺负你了,快说给你公公听。 杨过道,我爹爹给人害死,却不知是何人害他,我妈又生病死了,这世上没人连我疼我。 那老盖嗡了一声,道,这是可怜了,教你武功的师父是谁? 杨过心想,郭伯母名上是我师父,却不教我半点武功。 权真派的臭道士们提起来就令人可恨,欧阳峰是我义父,并非师父,我的武功是姑姑教的,但她说要做我妻子,我如说她是我师父,她是要生气的。 王崇阳祖师,林婆婆时事传经,又怎能说是我师父,我师父虽多,却没有一个能提。 那老盖这一问,触动他的心事,猛地里又放声大哭,叫道,我没师父,我没师父。 那老盖道,好了,好了,你不说也就罢了。 杨过哭道,我不是不肯说,是没有。 那老盖道,没有就没有,又用得着哭,你识得藏鞭无仇吗? 杨过道,不识。 那老盖道,我见你一人黑夜行走,还倒是藏鞭无仇的同党,既然不是,那便很好。 此人,正是九指神盖洪七公。 他将丐帮帮主的位子传给了黄荣后,独个儿东飘西游,寻访天下的异味美食。 广东地气和暖,珍其食谱最多,他到了岭南之后得其所在,十余年不在北返中原。 那百月之地独蛇作羹,老猫盾中,班鱼四鼠,巨虾称龙,肥豪朝响罗,龙食争和虫,烤小猪而皮脆,微果梨则肉红。 红七公如登天界,其乐无穷,偶尔见到不平之事,便暗中浮危济困,杀恶诸奸。 以他此时本领,自是无人得知他来宗去计。 有时偷听丐帮弟子谈话,得知丐帮在黄荣卢有角,住持下太平无事,内销乌衣静一两派之争,外除金人与铁掌帮之逼,他老人家无牵无挂,每日里只是张口大嚼,开喉狂吞便了。 这一年,藏边无丑中的第二丑在广东滥杀无辜,害死了不少良善,红七公既恶如仇,本你随手将他除去,但想杀他一人甚意,再寻余下四丑就难了,因此上岸地跟踪,要等他无丑聚会,然后一举突厥。 不料这一根自南至北,千里迢迢竟跟上了华山,此时四丑已及,尚有大丑一人未到。 却在深夜雪地里遇到了杨过。 红七公道:"咱们且不说这个,我瞧你肚子也饿了,咱们吃饱了再说。 于是,扒开雪地,找些枯柴断枝生了个火堆。 杨过帮他捡食柴枝,问道:"住什么呀?" 红七公道:"吴公?" 杨过只道他说笑,淡淡一笑,也不再问。 红七公笑道:"我辛辛苦苦从岭南追赶藏边无丑,一直来到华山,若不寻几样异味吃吃,怎对得起他?" 说着,拍了拍肚子。 杨过见他全身骨骼尖狼,指这个大肚子却肥肥得有些累赘。 红七公又道:"华山之音是天下极阴寒之处,所产吴公最为肥嫩,广东天时炎热,百物快生快长,吴公肉就粗糙了。 杨过听他说得认真,似乎并非说笑,心中好生疑惑。 红七公将四块石头围在火旁,从背上取下一只小铁锅架在石上,抓了两团血放在锅里,道:"跟我取吴公去吧。 几个起落,已纵到两丈高的峭壁上。 杨过见山势陡峭,不敢跃上,红七公叫道:"没中用的小子,快上来。 杨过最恨别人轻贱于他,听了此言咬一咬牙,提气直上,心想:"怕什么,摔死就摔死吧。 胆气一粗,轻弓施展时便更远转如意,紧紧跟在红七公之后,十分险峻滑流之处,居然也给他攀了上去。 只一盏茶功夫,两人已攀到了一处人际不道的山峰绝顶,红七公见他如此胆气轻功,甚是喜爱,以他见识之广博,居然看不出这少年的武功来历。 欲带茶问却又记挂着美食,当下走到一块大岩石边,双手抓起泥土,往旁抛制,不久土中露出一只死公鸡来。 杨过大是奇怪,道:"咦,怎么有只大公鸡? 随即醒悟,啊,是你老人家藏着的。 红七公微微一笑,提起公鸡。 杨过在雪光眼映下瞧得分明,只见鸡身上摇满了百来条七八寸长的大蜀公,红黑相见花纹斑斓,都在辱辱而动。 他自小流落江湖,本来不怕毒虫,但目的里见到这许多大蜀公,也不禁目然而聚。 红七公大为得意,说道:"蜈蚣和鸡生性相克,我昨儿在这儿埋了一只公鸡,果然把四下里的蜈蚣都引来了。 当下,取出包袱,连鸡带蜈蚣一起包了,欢天喜地地溜下山峰。 杨过跟随在后,心中发毛,难道真的吃蜈蚣? 瞧他神经,又并非故意吓我。 这时一锅血水已煮得滚热,红七公打开包袱,拉住蜈蚣尾巴,一条条地抛在锅里,那些蜈蚣挣扎一阵,便都给烫死了。 红七公道:"蜈蚣临死之时,将毒液毒尿尽数吐了出来,是以这一锅血水聚毒无比。 杨过将毒水倒入了深谷。 只见红七公取出小刀,斩去蜈蚣头尾,轻轻一捏,壳而应手而出,露出肉来,血白透明有如大虾,甚是美观。 杨过心想,这般做法,只怕当真能吃也未可知。 红七公又煮了两锅血水,将蜈蚣肉洗涤干净,再不予半点毒液,然后从被囊中取出大大小小七八个铁盒来,盒中盛的是油盐酱醋之类。 他起了油锅,把蜈蚣肉倒下去一炸,立食一股香气扑向鼻端。 杨过见他狂吞口言,缠向毕露,不由得又是吃惊又是好笑。 红七公带蜈蚣炸得微黄,加上佐料拌匀,伸手往锅中提了一条上来放入口中,轻轻嚼了几嚼,两眼微闭,叹了一口气,只觉天下之志乐无疑于此。 将背上附着的一个酒葫芦取下来放在一旁,说道:"吃蜈蚣就别喝酒,否则糟蹋了蜈蚣的美味。 他一口气吃了十多条,才向杨过道:"吃啊,客气什么?" 杨过摇头道:"我不吃。 红七公一争,随即哈哈大笑,说道:"不错不错,我见过不少英雄汉子,沙头流血不皱半点眉头,却没一个敢跟我老叫花子吃一条蜈蚣。 呵呵,你这小子毕竟也是个胆小鬼。 杨过被他一击,心想:"我闭着眼睛,嚼也不嚼,吞他几条便是,可得让他小去了。 当下,用两条细树枝做块,到锅中夹了一条炸蜈蚣上来。 红七公早猜中他心意,说道:"你闭着眼睛,嚼也不嚼,一口气吞他十几条,这叫做无赖撒泼,并非英雄好汉。 杨过道:"吃毒虫也算是英雄好汉。 红七公道:"天下大言不惭,自称英雄好汉之人甚多,敢吃蜈蚣的却找不出几个。 杨过心想:"处死无大事,将那条蜈蚣放在口中一嚼,只一嚼将下去,但觉满嘴鲜美,又脆又香,清甜甘浓,一生之中从未尝过如此异味。 再嚼了几口,一咕噜吞了下去,又去加第二条来吃,连赞,妙吉,妙吉。 红七公见他吃得香甜,心中大喜,二人宁抢我夺,把百余条大蜈蚣吃得干干净净。 红七公伸舌头在嘴边舔那汁水,恨不得再有一百条蜈蚣下肚才好。 杨过道:"我把公鸡再去埋了,引蜈蚣来吃。 红七公倒,不成了,一来公鸡的猛性已尽,二来近处已无肥大蜈蚣留下。 呼得伸个懒腰,打个哈欠,仰天往雪地里便倒,说道:"我极敢歹徒,已有五日五夜没睡,难得今日吃一餐好的,要好好睡他三天,便是天趴下来你也别吵醒我,你给我照料着,别让野兽趁我不觉,一口咬了我半个头去。 杨过笑道:"遵命!" 红七公闭上了眼,不久便沉沉睡去。 杨过心想:"这位前辈真是奇人,难道当真会睡上三天? 管他是真是假,反正我也无处可去,得等他三天就是。 那华山蜈蚣是天下至寒之物,杨过吃了之后只觉腹中有一团良意,于是找块岩石坐下,用功良久,这才全身舒畅。 此时满天鹅毛般的大雪雾渍下个不停,红七公头上身上盖满了一层白雪,犹如棉花一般,人身本有热气,雪花欲热即溶,如何能停留在他脸上。 杨过初时大为不紧,转念一想,当即醒悟。 是了,他睡觉时潜行神功,将热气尽数收在体内,只是好端端一个活人,睡时竟如僵尸一般,这等内功,为时可惊可陷。 姑姑让我睡寒玉床,就是盼望我日后也能练成这等身后内功。 哎,寒玉床哪寒玉床…… 眼见天将破晓,红七公已葬身雪坟之中,唯见地下高级一块,却已不露人情。 杨过并无倦意,但见四下里都是暗沉沉的,忽听得东北方山边有刷刷的踏雪之声。 凝神望去,只见五条黑影急奔而来,都是身法迅捷,背上刀光闪烁。 杨过心念一动,多半知这位老前辈所说的藏边无丑。 盲在一块大岩石后便躲起。 不多时,五人便奔到岩石之前,一人疑的一声,叫道,老叫花的酒葫芦。 另一个颤声道,他,他在华山。 五人脸现金黄之色,聚在一起悄悄商议,忽然间五人同时分开急奔下风。 山峰上道路本窄,一人只奔出几步,就踏在红七公身上,只觉脚下柔软,压得一声大叫。 其余四人停步围笼,扒开积雪,见红七公躺在地上,肆已死去多时。 五人大喜,伸手探他鼻息,已没了呼吸,身上也是冰凉一片。 五人欢呼大叫,乱蹦乱跳,当真比十道奇珍异宝还要欢喜百倍。 一人道,这老叫花一路跟踪,搞得老子好惨,原来死在这里。 另一个人道,红七公这老贼武功了得,好端端的怎会死了? 又一人道,武功再好难道就不死了? 你想想,老贼有多大年纪了。 基于四人齐声称事,说道,天性阎罗望抓了他去,否则倒是难以对付。 首先那人道,来,大伙来剁着老贼几道出出气,任他九指神盖红七公英雄盖世,到头来终究给藏编五雄剁成了他妈的四七二十八块。 杨过心想,原来这位老前辈便是红七公,难怪武功如此了得。 红七公的名头和降龙十八掌等绝技,他曾听小龙女在闲谈时说过。 但红七公的形貌脾气,当年连林朝英也不大清楚,小龙女自然不会知道。 他手中扣了御风针,心想五人难以齐敌,只得四击,偷发暗器,伤得三两人后余下的就好打发了。 但随即听那人说要剁几道出气,只怕他们伤了红七公,不急发射暗器,立即大喝一声,从岩石后月降出来。 他没有兵刃,随手捡起两根树枝,快招连发分刺五人。 这五招迅捷一尝,就可惜先行喝了一声,无仇有了提防,否则总会有一两人给他刺重。 饶是如此,无仇也已经颇为狼狈,窜闪挡架,才能避开。 五人转过身来,见只是个衣衫蓝绿的少年,手中拿了两段枯柴,邓石把京剧之心去了八九。 那大丑喝道:"臭小子,你是丐帮的小教花不是? 你的老教花祖宗西天去了,快跪下给五位爷爷磕头吧。 杨过见了五人刚才闪避的身法,以约略瞧出他们的武功。 五丑均是后背大刀,武功是医师所传,功夫又深浅之别,家术却是一般。 若论单打独斗,自己必可胜得,但如五人齐上,却又抵离不过。 听大丑叫自己磕头,便道:"是,小人给五位爷磕头,抢上一步,败将下去。 他跪下败倒的这一招,前功后居,当年孙婆婆便曾使过。 于全真道人张志光出其不义之际,智出磁瓶,差一点便打瞎了他眼睛。 此刻扬过前功后居之后,接着是一招推窗望月,突然双手横扫,两根枯柴分左右击出。 他左边是五丑,右边是三丑,这一招推窗望月甚至阴毒。 三丑功夫较高,急忙竖刀挡架,被他哭柴打在刀背上,虎口发热,大刀险些脱手。 五丑却被扫中了脚骨,嘎啦一声,脚骨虽不折断,却已痛得站不起身。 其余四丑大怒,四柄单刀呼呼呼地劈来。 杨国身法灵便,东西闪避,四丑一时奈何不了他,斗了一阵,五丑一瘸欲拐,加入战团,恼怒异常,出手由此拼命。 杨国轻功远在五人之上,若要逃走原意不难,但他挂念着红七公只怕一步远离五人就下毒手。 可是敌不过五人联手,轻刻间便连欲显招,当即俯身抱起红七公,右手舞动枯柴夺路而行,提一口气,发足奔出十余杖,葬边五丑随后赶来。 杨国只觉手中的红七公身子冰冷,不禁暗暗招慌,心想,他睡得再沉也绝无不省之力,莫非真的死了,叫道,老前辈,老前辈。 红七公毫不动弹,晚自死尸无异,只是并非僵硬而已。 杨国伸手去摸他心时,似乎尚在微微跳动,鼻息却是全无。 这稍一停留,大丑已经追到,只是他见杨国武功了得,心存忌惮,不敢单独逼近。 戴德等其二丑四丑,杨国又已奔出十余杖外。 藏边无丑见他只是往峰顶攀上,眼见那山峰只此一条通路,心想,一南道飞上天去,道也并不着急,一步步地追上。 山道越行越险,杨国转过一处弯角,见前面山道狭窄之极,一人通行也不大容易。 窄道之旁便是万丈深渊,云辽勿绕,不见其底,心想,此处最好,我就在这里挡住他们。 当下,夹快脚步冲过窄道,将洪积公放在一块大岩石半,立即转身,大丑已奔到窄道路口。 杨国直冲过去,喝道,丑八怪,你敢来吗? 那大丑真怕给他撞一下,一起掉下山谷,急忙后退。 杨国站在路口,事实朝阳出生,大雪遗址,放眼淡见穹窑片山,水晶杂地,阳光映照白雪,更是归美无伦。 杨国将人皮面具往脸上一照,喝道,你丑还是我丑。 放边无丑的相貌固然难看,可也不是怪异绝伦,那一个丑字倒是指他们的行径而言的居多。 这时见杨国双手往脸上一抹,突然变了一副容貌,脸皮蜡黄,神情目染,竟如坟墓中钻出来的僵尸一般,无丑面面相去,无不骇然。 杨国慢慢退到窄道的最狭隘处,是个魁星踢斗士,左足立地,右足朝天提起,身子在小风中轻轻晃动。 瞬时之间,只觉英雄之气冲涩凶翼,敌人纵有千军万马冲来,我便也是这般一夫当官。 无丑心中嘀咕,丐帮中哪里钻出来这样一个古怪少年? 眼见地势极显,不敢冲向窄道,聚首相翼。 咱们守在这里,轮流下山取食,不出两日定叫他饿得筋疲力尽。 当下,四人一字排在桥头,由二丑下山去搬取食物。 双方便如此僵持下来,杨过不敢过去,四丑也不敢过来。 到第二日上,二丑取来食物,五人张口大嚼,吃得哒哒有声。 杨过早已激火中烧,回首看红七宫时,只见他与一日之前的姿势丝毫无变。 心想,他若是睡着,睡梦中翻个身也是有的,如此一动不动,只怕当真死了。 再来一日,我饿得利弱,更加难以抵抵,不如立即冲出,还能逃生。 缓缓站起身来,又想。 他说过要醉三日,吩咐我守着照料,我已亲口答应了,怎可就此舍他而去。 当下,强忍饥饿,闭目养神。 到第三日上,红七宫仍于两日前一般僵握不动,杨过越看越是疑心,暗想,他明明已经死了,我偏守着不走也太傻了,再饿得半日也不用这五个丑家伙动手,只怕我自己就饿死了。 抓起山石上的血块,吞了几团,肚中空虚之感稍见缓和,心想,我对父母不能孝敬。 对姑姑不起,又无兄弟姐妹,连好朋友也无一个,义气二子,休要提起,这个信子,好歹要守他一守。 又想,郭伯母当年和我讲书,说到古时伟生与女子相遇,后于桥下,女子未知而洪水大涨,伟生不肯施约,抱桥柱而死。 此后此人名扬百事。 为杨过遭受世人轻见,若不守此约,更加不耻于人。 纵然由此而死,也要守足三日。 一夜一日眨眼即过,第四日一早,杨过走到红七宫身前,叹他呼吸,仍是气息全无,不禁叹了一口气,向他做了一遗,说道。 红老前辈,我已守了三日之约,可惜前辈不幸申固。 弟子无力守护你的遗体,只好将你抛入申谷,免遭奸人毁辱。 当下,抱起他的身子,走向载道。 无仇指导他难忍饥饿,要想逃走,当即大声吆喝,飞奔过来。 杨过大喝一声,将红七宫往山谷中一抛,对着大仇,急冲过去。